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来收听的是柏友资讯天地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阿祖 我是阿珊 今集柏友资讯天地会说什么主题 不用太急 让我们用声音导航带来了解柏金信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祖 我爸昨天探过姑妈回家后很不开心 她说姑妈最近确诊了柏金信正 有时还会出现手振脚振的病症 其实我想她除了担心姑妈的健康之外 应该也有点担心这个是不是家族性遗传 如果是的话 那她自己又会不会有机会幻想柏金信正呢? 又难怪你爸这么担心的 我身边都有亲戚确诊了柏金信正 我在香港柏金信正基金的网站看到 原来柏金信正是世界上 第二个最常见的脑神经衰退性疾病 60岁或者以上的人当中 就会有1%受到影响 我还在网站看到 脑神经科专科彭燕如医生的文章 提及到柏金信正的患者当中 大约有5%是属于家族性的遗传 是因为单一的基因出现突变而发病 噢,你是不是在说LRRK2和GBA基因突变呢? 我也有留意 L...什么话?这么巧合的? 这是什么基因来的? 我是说LRRK2基因 这是我们人体里面其中一个基因 如果这种基因有突变 就会影响LRRK2蛋白酶的功能 而GBA基因突变就会令细胞里面 融媒体的降解功能有缺失 这两种基因在家族性柏金信症 和偶发性柏金信症当中 都是核心角色来的 当基因发生突变 就会增加幻想柏金信症的风险 不过由LRRK2基因突变引起柏金信症的机率 会因应不同种族而有所不同 例如阿沈肯立之犹太人当中 大约有30%的人因为这种基因病变而发病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比较罕见 我原来是LRRK2基因 我还听说过GBA基因突变都关事 纯合性的GBA基因突变 会造成容小体处积文明的高数时症 有这种病的患者 和身体里面大有二合GBA基因突变的生属 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患上柏金信症 现在普遍都认为大有GBA基因突变的人 到了80岁就会大约有1-3成的人患上柏金信症 而大约1成的柏金信症患者就大有GBA基因突变 这种基因突变就成为了最显著的基因风险了 咦?说了这么久 那香港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彭燕源医生的文章都有提及过一项研究 初步的数据显示 在192位华人柏金信症患者当中 因为LRRK2或者是GBA基因突变而引致的柏金信症的普遍性其实是极低的 其中有10%的患者大有会增加患病风险的LRRK2基因变异 但是在这些患者里面 只有一个人是带有致病的LRRK2基因突变 而根据可爱的经验 带有LRRK2基因突变的柏金信症患者 他们的临床病症和其他没有基因变异的患者很相似 不过前者的认知功能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患上认知障碍症的比率都相对较低 另外彭医生还发现 在192位患者当中 有4位患者是大有罕见的GBA基因变异 其中一个就是致病的特变 患者的病症是病情的恶化速度倾向较快 非运动的症状例如是认知障碍症 神经性精神疾患都相对比较严重 直至目前为止 研究结果显示 就香港的情况来说 典型的持发性柏金信症患者身上 出现病原性的基因突变者是很罕见的 嗯,听你这么说 因为基因突变 导致患上柏金信症的机率都比较低 那我一定要跟爸爸说回 让他不用那么担心 另外,我又想知道 如果姑妈真的因为基因突变 而确诊柏金信症 那不知道有没有药物可以帮他呢? 彭燕原医生的文章有说到 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科学家都研发着新药 希望可以调节LK2和GBA蛋白的活动 纠正基因突变出现的情况 将来可能会因应不同患者的基因情况 进行个别性的治疗 另外,现在也有证据指出 就算没有出现基因突变的患者 药物都可能会改变这两种蛋白的活动 照这样看来,医生可以扩阔应用药物的范围 帮助更多柏金信症的患者 相信大家对于由基因突变而引发的柏金信症 已经有一定的认识 如果大家尚心入了解相关知识 可以浏览香港柏金信症基金网站 看彭燕宇医生的文章 啊,还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订我们的Facebook 不要错过更多有用的资讯 最重要是继续收听下一集的柏油资讯天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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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